记者吴新田台北报道 东方草藻是台湾特有牙种 也是台湾已知12种猫头鹰中 唯一在草生地栖息繁殖的流鸟 经公告为濒临角中保育类野生动物 世界各国对草藻的活动生态所知相当有限 今年林雾区与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共同合作 国内首次使用卫星发暴气 进行野外草藻的动向追踪 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总干事 曾益硕指出 每年都有草藻物中鸟网或因不明原因 身体虚弱被送来学会救伤 多数在恢复健康后顺利也放 今年10月至今已先后在编号85号 99号二只草藻身上装设卫星发暴气 每天回传坐标资料 曾益硕表示 透过卫星所传回的坐标资料 发现二只草藻在野放初期 会在原地停留较长的时间 可能是为了熟悉环境 接下来就开始进行3至5公里长距离的移动 也发现二只草藻选择作为休息的日期点 多不是密集的草生地 且是经过翻土或烧或水烟等人为扰动的半裸陆地 位置也都相当靠近人类活动的范围内 甚至直接紧邻屋舍或位于人车往来繁忙的交通药道周围 显示草藻对环境的人为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适应和耐受能力 草藻以老鼠为主要食物 因此林务局也和房检局合作 去年取消农地面鼠药剂的补助 并于今年开始禁止贩售汗 使用甲宝符等四种剧毒农药 希望缓解包括草藻在内的许多野生保育类动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